南京的德云社还没有开张就被人骂 不过拥有一颗坚强心的郭德纲不仅不在意 还调侃了对方一把 郭德纲是骗钱王 就在大家享受着国庆假期的时候 郭德纲在微博上自爆 即将在本月开业的南京德云社 连续三天被人在墙壁上涂鸦辱骂 老郭 你这是对江苏观众做了什么 我想了又想 江苏观众不会记恨我的 那么会是哪个行业的呢 另外我的刚字写成刚 我表示不满 除了调侃回应 郭德纲也不忘